好 我们知道从网络实名制到车票实名制 再到上个月出台的微博实名制 中国民众现在做很多事都要受到这个实名制的限制 那么我来请天亮这个教授来跟我们说一下 你觉得这个实名制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实名制在一个自由社会不是问题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写文章的话 我愿意属上自己的真名 文则自负 是吧 我在网上发言的话 我属上自己的实名的话 我觉得我为我的言论负责 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 中共在这样的一个集权 在中共这样一个共产党社会里边的话 它的实名制不是让你受话负责任 而是害怕你受话负责任 如果一干你说话负责任 把这个真实 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讲出来 然后的话做一种深刻的反思 做一种现实的反思的话 中共就会来迫害你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的这种实名制本身的话 并不是为了就是说所谓的一种管理 实际上是为了它自己的这种政权的稳定的服务的 我们现在谈到的实名制不仅仅像微博要实名制 推特要实名制 而在人们生活的众多的领域里边 你比如讲买火车票 甚至进火车站都有实名制 还有菜刀 还有菜刀 更为滑稽的是你买这个紧急避孕药 如果这个年轻人不小心第二天早上 哎呦坏了 我是不是需要去买药啊 到药房一问您的实名是什么 他理由非常非常的荒唐 说是为了这些避免有些人控制胎儿的性别 那第二天谁知道是男孩是女孩 这不胡说八道吗 你找一个适当的这个解释的理由你都说不过去啊 这个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不过这个微博实名制是去中国自己的这个各部委的这个说法呢 说是这个因为现在微博上有很多比如说人身攻击呀 或者污蔑性的语言啊 侮辱性的语言 他们觉得用实名制呢 实际上能够控制 特别是很多人的名誉觉得受到损伤 那么他们觉得实名制可以这个控制这个 这个对人的名誉的损伤 那么你们怎么看有问题 不太有说服力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虽然当然你在微博上在互联网上 你愿意讲什么就可以非常的不负责人的讲 可是归根结底这个还是你信任还是不信任人民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我在美国也看了很多很不负责人的人写的 我是辨别的出来 这个人是不值得听的 我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新闻比较可靠 什么就是导听途说 什么是一个人就是污蔑别的人 我是知道的 所以政府是给了我这个信任这个余地 来凭我自己的判断力 选择我觉得有用的东西 所以不是说没有不负责人的行为 肯定有 可是政府信任不信任我 做出这个决定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则就是 微博或者是互联网是说话的一个 就是说深言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等于说话是必要实名制 如果你是互联网上那个微博实名制 你等于说满街走路 大街上骂俩人 也得实名制 是一样一样的性质 实际上最后到买东西什么这个实名制 政府在通过这个方式来建立一套控制系统 让你都实名 而那个一个自由社会最根本的原则 第一条一个社会是不是自由 并不是说我有自由说什么 而是你有没有自由让人家不管你 就是说我有没有自由 就是说你我如果不犯法之后呢 你管不着所以这是我觉得这种 实名制触犯的最根本的这个自由 实名制还带来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使用者的安全的问题 你自己的身份 因为你一旦使用了实名 那么你还要注册你的地址 你的手机号码 怎么能够找到你 警察要想找到你到什么地方去 怎么去找到你等等 这个一旦有黑客 把你这个网络公司的这个电脑 其实已经有先例 比如韩国 韩国现在过去 韩国是有实名制 但现在逐步在取消实名制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对公民 不仅仅是他们的政治上的言论自由 和政治安全 就是他们本身的自己的人身的安全 自己身份的安全 都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刚刚小夏说的这个 就是他作为这个 比如说像微博实名制 微博那么一般是 中国人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交平台 那么很多网民就说 如果你让我微博这个社交平台 你得用实名制 那等于就是我到咖啡馆去喝咖啡聊天 我也得用实名制 先报上姓名 对就进攻到你 这个实名制进攻到你的社交领域 这个我觉得小夏讲的 跟陈寅讲的 我并不能完全同意 就是说这样的比方 因为我觉得你在咖啡馆讲一句话 不会全世界人都看到 但是如果你在微博上讲一句话 一转发可能大家就全都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是不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喝咖啡不用实名 但是如果你要是微博的话需要实名 我觉得其实解决一个人 对这个自己言论 是不是负责任的问题 不在于说把他的实名拿过来 而在于说让这个社会上 有一个大家都能够公开讲话的环境 你比如说这个人攻击我的微博上 做了些不受不负责任的攻击 但是我可以辩护 我跟他是处于一种 同样对等的一种状态 而且的话我的朋友的话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 他们对我不会有什么生活上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的实名制本身的话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 中共是要建立一种恐惧 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当时赫鲁晓夫在20大的时候 不是苏光20大的时候 揭露这个斯大林的罪恶吗 当时底下人递了一个条子 说赫鲁晓夫同志 说这个当时斯大林干这些事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赫鲁晓夫举着条子 说这条子是谁写的 底下一片鸦雀无声 赫鲁晓夫说 我当时的心态跟你现在是一样的 他说的是 我当时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反正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实际上他是通过一种 建立一种心理恐惧 建立一种心理恐惧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共能不能把实名管起来 我觉得他管不起来 因为中国有5亿人 你每个人的话都在听什么 他都听 他得多少个人听5亿人同时在讲话 所以我估计这个实名制 是很值得我们今天谈讨的 可是这个只不过是短期的一个回合 因为那个任何一个政府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我们总是追不上这些新的 这些技术的一些发展的 所以就是像下个星期二以后 我们很可能再也没有必要 讲经历起怎么怎么样 说不定再过一年 我们会觉得 哎呀你还记得那个所谓的 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实名制那个 因为会比较短时间的 但是这个微博实名制 是中国四个部委 共同推出的一个措施 那么其实是在民间 引起很大的反弹 那么你看我这有一个 法律著名人士郝金松 他就说 他说我微博实名了 你官员财产实名吗 我微博实名了 你家海外绿卡实名吗 我微博实名了 你的公车私用实名吗 然后就很多 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几百万 官员的财产实名制 搞了十几二十年搞不下来 但是一个牵涉到几千万人 上亿人的这个微博实名 一推马上政府就要推出来 这是没法拨回的一句话 这说明这个政府的一个 对 没有办法 就像戴博说的 没有办法拨回 因为这涉及到权力集团 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这种 秩序观方火 不许百姓电动这个意思 咱们做点历史小注脚 很好玩是 就是菜刀实名制这一条 就中国历史上还有只有另外一次菜刀实名制 就蒙古人打到中国去 然后蒙古人的政府 元朝政府让菜刀实名制 五家买一把菜刀 怕的是造反 那现在这是第二次买菜刀实名制 可是这个还有一个大话题 就是我们为了我们所谓的安全 我们肯牺牲多大的我们的自由 现在我们在美国这个安全 在飞机上 你就是这样子站着 他们看你全身就是裸体 我是非常在乎的 所以这个是短期的回合 或者跟这个也 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 为了安全或者所谓的安全 我们都得牺牲一部分的隐私 或者自由 在中国也是有这个 有正当的这类的问题也有 虽然总的来讲我同意 这个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这个就是为了审查 为了给你一个恐惧感 可是这个并不是说 没有任何正当的问题 那记住我当时纽约时报 那个谁写过一篇 就评论这个安检这个问题 就说的谁啊 Thomas Freeman 就是写那个地球是平的那个 他就很简单 但是如果是都这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干脆 大家全fly naked 就是大家都脱光了 就是就没有安全了 可是你没有任何隐私以后 你有了所有安全以后 你就没有任何自由了 这个自由是有代价的 就跟我们每天生活有代价一样 你活着是会死的 那么你人就说上飞机是弄不好 是要出别的事情了 是不是 所以这种时候呢 你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忍受我们的自由被侵犯 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 刚才天亮就说 在美国如果你要实行实名制的话 老百姓不必有任何的害怕的地方 因为你的言论不面临后果 我可能会不舒服 但是我不高兴 但是我也会相当的不高兴 因为这你剥夺了我用一种其他的方式 发表个人言论的方式 这么一种方法 一种选择 而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大的原则的问题 就是我为什么要非得要先抱一声 喂喂喂我是保身 我现在可以说话吗 然后再说话 因为你一个社会 一个这个政治体制 一个社会的管理 政府应该允许公民 有自己随便讲话的权利 这里就牵涉到美国宪法权力法案 第四条修正案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我不犯罪 那政府是不能够 就是说用各种 这样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情 对呀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 你不能管我的 这是公民社会最根本的一个自由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共的关键就是说 它知道它这个不可能 把每个人都审查起来 它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的话 让大家不敢讲话 自我审查 对 让大家去做自我审查 我就想问一下 天亮博士 就是因为您是搞工科的 理工科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 比如说微博的这个实名认证 从技术层面来讲 是不是可能的 比如说你微博那么多人 几千万人的使用者 那么你从技术层面来说 要真正的认证这个身份 能不能做到 它可能比如说 可以跟一些 比如说手机 如果手机已经实名的话 比如说它在你注册的时候的话 你必须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然后它可以给你手机 发一个认证码 然后你必须在 比如说几分钟之内 必须把认证码输进来 那我就知道 那你肯定是这个手机的拥有者了 基本上是可以这样 当然我们不能说 百分之百没有漏网之余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现在伪造身份证 大陆也比较容易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中共其实的话 它推这个微博实名的话 一个是让普通人不敢讲话 再一个的话 就是说它就是对那些 真正它想监控的那些 异议人士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会监控的更严一些 手段更严厉一些 那这个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我们都只能换一个角度讲 在任何国家都会面临 有些人在网上说的话 不符合实际情况 有些人会利用这种方式 来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 煽动什么闹事 比如咱们就举个例子 在美国 这个占领华尔街 这些忠实的参与者 他们会发一个信息 说哪哪哪 比如讲不真实 警察把什么 占领华尔街 占领者打死了 咱们什么什么时候 抗议示威 在中国也会有 它的当权者也会有这种害怕 那么在美国会怎么 处理这种情况 人类的社会就这样 一回事 政府是没有办法 就是让没有任何人说 什么谎言 导听途说这些的 所以这个是 你不要管得太严 当然你不管得严 你会付出代价 可是这个代价 在美国我们相信 是远远小语 你想下你管得太多的一些代价 所以这个就 在我住的一个街头上 谁知道邻居在说我们怎么样 很多人都在说话 政府能管这些呢 能限制呢 如果比如说这个事情在美国说 比如说白宫那打死了一个占领华尔街人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我需要求证一下 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中国如果说在天安门打死一个人 我第一想法说政府肯定干了这样的事情 这实际上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一个信任的问题 是政府因为你自己本身没信誉 你就别说别人再去说你没信誉 越管越没信誉 我倒想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讲美国社会就是当年美国有一个事 是要立法不许讨犯 结果不许讨犯 讨犯也是很难看的事情 是不是满街那个 结果后来这个有律师代表讨犯那个人 就一直打到那个州的最高法院 说我讨犯可是言论自由 你不能管我 那确实是言论自由 这个言论自由 就是说你就是第一条修正案 言论绝对自由呢 那是绝对的 就在美国不仅那个报纸杂志 个人有言论自由 你包括言论自由的盘盖到 就比如说色情产业 包括到他这个讨饭这种事情等等等等 这是真是一个绝对的 而这个每一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一定代价 但是不这么没有这个自由的代价 大太多了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把这个自由和民主 作为一种最高的价值和目标去追求 其实我觉得自由和民主是手段 最高的价值应该是正义 或者是公平和正义 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不知道我这个视频是不是讲清楚了 就是说自由和民主对我来说的话 它只是一种实践公平和正义的手段 因为大家都有这种自由 为什么要对自由做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不能够诽谤 那是为了要保证一种社会的公平 或者说是正义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说自由的限度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而中共的自由 当它就是说到这个限制 你这个微博实名制限制自由的时候的话 恰恰是反正义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反对它的原因 我觉得公平正义是个主观的东西 自由是个绝对的 我认为公平和正义是一种手段 自由和民主 当然靠你看你怎么定义 应该是最高的一种境界 不知道咱们是这样说 我觉得这个太大了 这个咱们以后可以再说 但是公平和正义是很主观的东西 现在政府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自由中有很多是不公平的 你像跟自由说有人赚钱多 有人赚钱少 是不是公平 那那是机会公平就可以了 很不公平对 所以机会均等的后果是分配不公平 那我觉得这个是 是不是所以这个你有经济自由 你一定有经济不公平 可是如果我们说民主你说是个手段 那它是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 我们可以这么讲的 因为要不然你就会碰到 就是像在中国这个体制问题 谁有权利审查或者审职 或者管理别的人 中国政府也会说我们为的是公平和正义 只要你们普通老百姓委托我们 不会无端的会很完美的进行这些 我们不能接受这些说法 所以民主如果不是那个最最最最高大的一个东西 它最起码是不可或缺的 它是一个所有的政治 为什么它说最不坏的一种 就是因为它对公平和正义伤害最小 但是你这个公平和正义 军上刚才他们说的 这个公平和正义用英语来说 就是rolling target 就是一个总是在动的这个目标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标准来说 这是我的军上刚才他说的 你要机会均等呢还是财富均等 奥巴马要的是财富均等 可是其他人要的是机会均等 像刚才小夏讲的那个 小夏也承认机会均等比财富均等更重要 对吧 所以那是自由 那是自由 但是有的人来说财富均等是更重要 为什么会说要给富人增税 要给穷人提供福利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 这个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个 很大的这个哲学上的差别 但是就说每个人 他的这个标准也许是主观的 就是最后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小夏你是不是还要说 我要说就没完了 等下次再说好不好 那好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焦点对话 就结束到这 我知道天亮博士留着下次我们再说 那么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戴博张天亮 龚小夏和宝生的精彩的讨论 那么欢迎您写电子邮件到 chineseatvoanews.com 就我们的节目提出建议 并且提出您希望讨论的话题 我是宁星 祝您晚安